最具时尚魅力新兰 哈喽我是小猪住心中我在这里等你 等待只是为了一件一个更好的人 人群再多我一眼就能看到你 我想知道一下你不离取闹到变态是有多夸张 半夜突然醒了我饿了 你说马上就给我买什么什么什么 我想吃什么你就要给我买 此后而今而后还这样带男友吗 有没有谈过新的男朋友 我那个只领过一个男朋友回家 被我家人直接就当场就骂走了 就是其实我不最特别喜欢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两张白纸 越干净的爱情 可能越容易导致爱情中出现很多小模特 那你还过几段呢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 真的很很感谢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要对你扶着任 因为我是男人 你也爱我 非常完美 由护肤领导品牌 风思迷 冠名不出 赶快来非常完美官方微信平台 为新衣的男生冲棒哦 明天呢 这是中秋节了 在这里呢 要祝福所有朋友们 中秋节快乐 何家幸福 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 由护肤领导品牌 风思迷 冠名播出的 贵州卫视 非常完美 我是陈怡 一起来 我们的口号 完美告白 因为爱所以要爱 参与非常完美魂 柔顺大方 非常完美话题讨论 只有几个获得 柔顺大方大礼包 凡亲手成功的嘉宾 将获得由拉方 柔顺喜发度提供的 精美大礼 柔顺大方 祝你收获 完美爱情 添加非常完美 公众微信号 爱随他热爱一台 即可网上透明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与男嘉宾亲密互动 非常完美 有你非常完美 欢迎大家 来认识一下 二号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汉陈 那今天二十三岁 希望在非常完美的舞台上 找到能让自己心动的女生 谢谢 欢迎二号 同样欢迎一下 十一号 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汤水艺 我是职业网球运动员 现在暂时做网球教练 欢迎汤教练 同时来欢迎一下 康老师 大家好 庄柯姐呢 绝对一定要提到的是月亮 其实呢 有一首古老的情歌叫做 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许就是因为月有阴晴圆缺 所以月圆这回事才会显得格外 让我们感动跟珍惜吧 所以月亮代表我的心 希望你更多地珍惜我的美好 欢迎王老师 我要反过来说 月亮代表我的心 其实呢 是一个能够迷惑女生的情话 因为正如霍老师说的嘛 月有阴晴圆缺 有上旋月下旋月嘛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你只值半个上旋月 其实就一点点 听起来很动人 其实根本忽悠我们是吗 对呀 就是满月也好 缺月也罢 反正都是我说了算 只要你信了就可以 其实也不矛盾啊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是心随进转的 不过说到中秋节 除了月亮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呢 也跟这个圆圆的这个形状有关 那就是月比 听说我们现场的数位男嘉宾呢 也为了这个特别的团圆节日 准备了这样特别的礼物 使他们亲自制作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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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比其实都很好呀 关心在于闭眼 这个面是闭眼货的 直接这样按照盘定上把它挤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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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月比 今次的就是温室的月光 这两个顺眼睛 这个是比 这个是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看到这么多男嘉宾 聚在一起做冰体月饼 刚刚这个月饼 做的月饼听说 你们今天都带来了是吗 哎呀 哇 哇 所以在这样特别的日子 这样好了 每一个人先拿着你们的月饼 然后说一句 你们最想说的话 希望大家中秋节快乐 预祝各位能够明天过一个 非常好的中秋佳节 然后也要记得回去陪陪你的家人 然后都可以保持着一颗愉悦的心 跟我这月饼一样 明天大家都尽量能 回家去陪陪父母 祝大家中秋快乐 身体健康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然后希望身边的朋友 然后还有家人 一切平安顺利健康 谢谢 中秋节快乐 就是做月饼 就是可以呈现出 我是一个好男人 难忘了中秋节 刚刚大家都分享了心情 但是我觉得今天现场的朋友们 也要感受节日的气氛 对吧 男生们都做了月饼 要不要分场尝尝看她们的手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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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我问一下这边吃到的女生怎么样 好不好吃 好 关键是谁做的是吧 这边所有朋友都能够中秋佳节快乐 好了接下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欢迎她 大家好 我是朱莉 常亮的赏门 火爆的脾气 外化的行为 我是来自吉林的典型东北女生 心里口快的我也对于未来的她要求也是直话直说 第一 你要知道疼我 第二 经济大权要在我手里 第三 前面两条就够了 我是朱莉 我来了 邀请李嘉宾 大家好 我叫朱莉 我来自于吉林省 长白山 我今年25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讲道理和我 你只能选择一个 我可以允许你交很多朋友 但是不能把我排在他们的后面 你可以说工作繁忙出去喝酒 但不可以总烂醉无名 不可以不可以允许你生气 没什么 我擅长到一顿 今天有才艺吗 说到才艺 我都不好意思了 唱歌 跑调 跳舞呢 人跳跳舞 我跳的就是广播体操 实在是没有什么才艺可表演 然后想半天呢就那个背首诗吧 已经很不错了还能背首诗 那我们就可能看到你的眼睛来背诗 好吧 三 二 一 我们来听听这首诗到底是哪一首诗呢 来 预备 起 敬月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丝故乡 好棒呀 啊 好了 有什么跟大家互动的部分吗 有一个游戏 来来来来 全都举手了 一号 七号 十二号 游戏贵择 男嘉宾在羽毛球之间进行折缓跑 碰到八个羽毛球 用时最短绝获胜 刘大柔已经做好准备了 预备 开始 我没有计时了 好 好 时间是 十一秒八 好 加油加油 预备 开始 可以这样吗 要折反哦 哎 配一次用两个不行吧 作弊 对 时间时间 时间是 十一秒六 作弊还跟人家差不多时间 不急经不能作弊哦 来 预备 开始 三秒六 三秒六 哈哈哈哈 这个成绩看来刘赞荣真的是当之无愧的 朱莉有什么奖励吗 没什么奖励我封你个封号吗 什么封号 二零一一五年本年度和我啊 谢谢谢谢 来谢谢 想来看看其他 几位选择一下心动不心动不上个浪漫 心动 你不太喜欢看起来 就爱这样的你 不要太多道理 牵着我的手 一起等 黎明 无形动 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 那个有点瘦小 哈哈哈哈 你你不太喜欢看起来 不是啊 我怕就是和 比较瘦小人在一起 突然来着疯 挖树上 我怕得上树上就 我们来给我短片来了解一下朱莉 挺拔的鼻子 弯弯的笑眼 高挑的个子 我是来自东北的女生朱莉 从小 大姐大的性格 让我自己特别爱照顾身边的弟弟妹妹 同时也养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性格 但其实她们并不知道我也有文静的一面 我很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在角落里画画 无关画的好坏 只是很喜欢这种放空的感觉 面对爱情 我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在一个不经意间和自己喜欢的人相遇 期待那个人会是你 我们来了解一下朱莉的信息部分A 父亲为我一夜满头白发 你是不是闲的 谁还没有两个朋友 B 从不相信有善意的谎言 因为嘴欠天天惹祸 相亲两次后 家里人再也不敢让自己去相亲了 认为喝酒没好事 相亲两次后 家里人再也不敢让你来相亲了 对 那今天怎么来了 是我自己想来的呀 家里人现在知道这事吗 妹全都不敢 谁知道呢 我爸知道 但他不知道大概是什么类型 他不太不太懂 你爸不知道你喜欢谁是吗 不懂 他也不懂是这种模式什么的不懂 哦 那得知道你要来 嗯 对 现在举手团先向你提问 你好 因为嘴欠 嘴怎么欠呢 不是 说话不经过大脑 有一次在家 然后那个和家人就家人打牌 然后当时我就想吃雪糕 然后就给我妹夫拿了50块钱 我说你去买几个雪糕回来 然后结果我们打打打打打打 突然我这么有零钱了 然后我妹夫也在旁边了 然后我就跟人说 我说哎 我说你买雪糕剩的钱呢 因为它本身 它家的条件就不太好 反正我当时就来了一句 我说你家缺钱缺死了呀 我说剩的钱你都没着了对不 结果当时没觉得什么呢 就说完自己还在玩 等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想想 今天说是不是太伤人了 觉得都恨不得抽你了一下 你身边朋友多吗 挺多的 习惯了就好 习惯是吧 好好谢谢 5号 ucklehead 4号 呃 女选拟你好 呃你的男性朋友是不是 是 就是哥们就是比你女性朋友还多 因为我听你说话 然后那个肢体员都特别的彪悍 还行 我也不能上去揍你 好 然后说 你从不相信有善意的谎言 为什么呢 就是我只想知道真相 就是不想撒谎 就是说哪怕你是善意的谎言 我眼里没有善意的谎言 假如说今天你跟我说 你工作加班 然后突然我上街 看到你和朋友在外面喝酒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和男性朋友 可能在外面玩什么的 但是我也很不高兴 我当时就上去拍死你的冲动 好 谢谢 雨霞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个性格是像谁啊 我爸 女儿都像爸 长得也像爸 性格也像爸 什么都像爸 从里到外像爸 你说的你是不是闲的 谁还没两个朋友 这句话听上去好像 气焰很足啊 是什么问题 让你说这样一句话 可能就因为我说话 有时候太不思考 你知道吗 就想起来就说 也没 就是不去想 因为我和爷爷奶奶 生活在一起从小 然后就是前几年 年轻的时候嘛 愿意玩 晚上可能玩到有时候90点 才回家 我爷爷呢 他都会站在那个 我们家厨房 厨房那个窗户 是对着大门 还有正门的 然后他每天都会站在 那个窗户等我回家 然后每次你回来 他会那个唠叨 就说 哎呀 你个女孩子啊 你这么晚回家 多危险啊 你的朋友白天 什么事情不能干 非要晚上出去玩 怎么怎么样啊 我觉得特别唠叨 就当时就和我爷爷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我爷爷第二天 自己就在房间里都哭了 所以爸爸为你一夜白头 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吗 这件事是 因为我冬天 我们家那冬天 都到处都冰雪嘛 然后我就下楼的时候摔跤了 摔的时候 我当时整整昏迷了 一个星期 但当我醒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但我上次见我爸爸 我爸爸非常年轻 然后和我长得 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等我在醒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时候 然后头发都是白的 而且感觉特别苍老 就是 哎呀 就感觉 怎么了 怎么突然变这样 就自己不知道什么事 在我眼里就是 真是一天 因为我这七天都在昏迷 就是真是 一个父亲为了一个女儿 做了太多 我们要了解一下 他的亲爱故事 曾经在爱情里 无理取闹到变态 家里人对我的婚恋观 是以暴制暴 D 不管你多忙 一天必须有一顿饭在家里吃 绝对不找 一天天感觉自己会武功的男生 心目中有无法超越的 两大男神 女嘉宾 你好 这个以暴制暴是什么意思 就我家人性格啊脾气啊 都属于那种风风火火 我那个只领过一个男朋友回家 也是自己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下了很大的决定 然后也回家了 被我家人直接就当场就骂走了 骂得 没有 没有 你爸爸没把他打出来 学了 真的是打那个 骂走了 就是劈头盖脸的 骂得就是连头他都不敢回了 就是之后可能他看我都绕套丑了 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 你会这么对你男朋友吗 我不会 你会就是会很温柔 跟他讲道理是吗 温柔就是词 应该和我这辈子挂不上标了 因为我看过就网上微信里有些视频嘛 就那个男的可能打了那个女的 他们是两口子 然后那个女的可能也是东北人 就叫了很多就类似于黑车会的人 就七八个男的把那个男的囚禁在一个小屋子里边 打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确实挺惨的我觉得 因为被那几个男的打得特别难 你放心吧 我家不是黑车会正当的人家真的 平凡人家 没有 我没有说你家黑车会 我的意思是尽量不要动手 因为不太好 那我问你一下 你有打过女生吗 没有 我对今天发誓我骗人死全家真的 别别别 真的没打过没骂过 胡说八道 那他刚刚已经说了 在跟你朋友相处的感情关系当中 他是很松敌 跟他你现在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们家这个以暴之暴就这一次吧 当时是 对 就这一次 也是因为对你的那个男朋友太不认可了 是吗 对 他们可能性格说话都很直接 要直接 但不是说真的有恶意 就是太直接了 他们不喜欢拐弯抹角地表达他们的情绪 我想知道一下 那个因为我特别怕那个无理取闹的女神嘛 我想知道一下你无理取闹到变态是有多夸张 这是两个我记忆深刻比较深的事啊 有一次做梦 梦到就是说自己男朋友出轨了你知道吗 那个场景特别真实 起来了以后直接找他 上去就两个大嘴巴了 就是那个思路还在梦里 没在现实 哎呦我的天呐 我就担心朱莉你讲了这么多 谁敢当你男朋友啊 哎呦能懵了你 这另外一个还听不听啊 邱玉说 听 还听的吗 还有一件事就是 那个我睡眠质量不太好 然后可能这种半夜突然醒了 我饿了 嗯 就说打电话 马上去给我买什么什么什么 我想吃什么你就要给我买 那时候几点钟 凌晨两点 然后就去了 买回来以后 我说这都凉了怎么吃啊 然后开窗就睡窗就扔楼下去 接着他又跑出去给我买 点头你点的真自在 没有没有没有 我都拿自己这么丑的事出来 和你们说你 我确认一下就是 把饭扔出去又给你买饭的 那个男朋友 跟半夜山塌两下的 那两个是同一个人吗 哦是 我确认一下就是 那只能说明一点 他是多么的爱你 后来你怎么就分开了呢 就是 因为家不在一个地方呢 因为异地说实话啊 长时间就是说在一起 就是长时间这么分着 是是 真的就感觉 真的会慢慢变淡 可是他如果是异地的话 他也少一些危险啊 不会被半夜山 也不会去买东西 不是 开玩笑 开玩笑 就是说 我觉得 我觉得他可以容忍你这么多 一定是他非常包容你 对吧 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哈哈哈 确认的是吧 确认你知道 就是 朱莉 我真的时时在那问你 你时时在那回答啊 嗯 所以此后 而今而后 还这样带男友吗 没有吧 没有 确定 所以你自己也觉得 那个行为不对的对吧 嗯 那你怎么知道以后不会呢 这个好害怕啊 这个 那 那 那时候年龄小嘛 也不懂事 就是这一任男朋友之后 有没有新男朋友 受虐呀 不是 就是在跟这个受虐的男朋友之后 有没有谈过新的男朋友 有吧 他们有没有 他们有没有这样 遭遇过这样的经历 没有了 没有 可能吵架呀 可能还是会 但是没有过那样的事了 没有 最后两个问题 我觉得你之前的感情吧 可能还是没有遇到那种 就是你特别喜欢的那种男生 或者是说那种 你特别喜欢这个男生 你总会有小女生的那一面 而且另外我脾气也非常大 就你刚刚说的那点 我就真的是 我听不下去了 就一个女生 如果我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她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直接让她滚蛋 直接让她滚蛋 所以呢 可能你是不是以前 确实没有遇到那种 能征服你的男生 就是让你不敢动他的那种男生 什么叫不敢动 就你啪啪 给人两个嘴巴子 就说明这个男生 那时候不是年龄小吗 啊 吸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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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小吗 不是 那个 还要说的话你别介意 不介意 我刚刚气得有点发抖 没事 你别过去就行 可能是我之前的女朋友 都是属于那种 我不敢说她是因为特别喜欢我 但是反正是我能保持住很多女生 就我之前的女朋友是完全可以的 你不怕你吓她以后 她们暗示你 因为我也交过东美的女朋友 但是我交的东美女朋友 咋脾气那么好 那我也有好的食物 行 那就希望你以后对男朋友好一点吧 好 来 15号坚持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你选你选 1号 从你出来听你说话 我就很明显东北大妞 这说的太难听了 这个没有难听的成分在里面 我就是说 就是你的性格特点非常的明显 很分明 所以你说的ABCD这一集啊 我都能理解 但是就是这个地里面有个不管你多忙 一天必须有一顿饭在家里吃 这个是一定吗 这是我觉得是婚后的一个要求 是我知道之后 真是觉得就是说两个人感情 这也算延续两个人感情 也是看看他最近说实话啊 男人变没变 女人真的都是活生生的侦探 就肯定一个表情啊 吃一顿饭 可能一些小动作什么的 大概就能察觉出来的最近什么情况 我总觉得想象当中 如果说你真的发现什么端倪的话 说不定会在某一天的饭里下点什么东西 好好好来来最后一个问题 你确定不叫十五号吗 他刚一直看着十五号 那我叫别人 不是我正好正好就看一圈 然后你不是这样的哈 你是哈哈哈哈十一号 哈哈哈哈 那个我对你一句话特别感兴趣啊 你为什么说绝对不找 天天感觉自己会武功的男生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又遇到我就是说 我感觉有的男的哈自大 就是天天无论你说到什么 我会说那的我懂 我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喜欢夸夸其谈的男的 对他就会像自己十八百五一样精通似的哈 其实啥也不是这样然后看 真受不了 我就问最后一个吧 心中无法超越的两大男神 一居然还有这两个人 到底是哪两的 宋小宝还有那个董承鹏大鹏 一呢他们是我们东北人 二是他们的生活态度 主要是说明他们的生活态度很乐观 我希望就是我的男朋友呢 生活上能乐观一点 积极向上一点 就是不要太悲观 天天能生活得开心一点 明白了 刚刚还有人举手貌似想要提问 你可以进行私密问答 跟他们聊一聊 选择两位 上前 你好 女嘉宇 你觉得女人一定要乖乖地顺从男人 一定要像绵羊一样地听话吗 没有 我觉得两个是相互的 好 谢谢 你觉得女人一定要像小绵羊那样 听话顺从 然后 不是 就是有一个度嘛 别太那个了 你觉得那样的女人是最好的吗 就是作为一个女人 就应该那样听话呀 不是说最好嘛 我是觉得女孩子就一个女孩子样 不要太女孩子样是什么 那我不是女孩 我看得像男人 你现在看 不说话听一下说还挺像女的 你现在看挺好的 另外我跟你说一句 我男神也是宋小宝跟大鹏 哇 这我突然觉得你还不错 谢谢 谢谢 本来以为会战火升级的 没想到因为找到了共同的男神 消除了彼此心中的部分隔阂 刚刚选择的新农男生要不要更改 不要 男生们对于这个爽直的东北女生 完美告白为爱展示其顺泽 当刘 Rud chill 就是这样子 我拍摄你 上篇 可以 就在这里 完美 和我拍摄到大鹏 Special 能 能 要我们做什么准备吗 要 一号男嘉宾 一位 你想这样装满你的脸 如果没有 其实我看她 其实我还是比较有心 你好 你惊讶吗 不是很惊讶 看我就说不是很惊讶 应该大概能猜到吧 差不多吧 怎么那么自信 因为我妈妈是东北人 那你就不想再娶个东北媳妇吗 想了 开始我编导问我说 你喜欢谁 我说我喜欢你 我说你喜欢她什么呀 其实咱俩有一些不对付的地方 我可能可能说刚才还没提到 然后 我说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没什么 喜欢就是喜欢 然后就看见就喜欢呗 然后想 你问我的时候 那我说什么呀 你问我为什么喜欢你啊 我我人好啊 脸皮身厚到夹了 脸皮身厚到夹了 那你觉得 你问我 那 问我明白吗 你喜欢我什么呀 嗯 嗯 我就喜欢你 你明白我 喊我 你和我 现在 入到这个记录 就是这样子 啊 我们请你坐一下 戴上眼罩 戴上 别摘啊 别偷看啊 偷看挖眼睛 好了 请栽下人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 这是镜子 你是镜子里的我 我是镜子里的你 你照镜子 你不摆点动作吗 我很想照镜子 因为睡醒了就去工作了 而且现实中的我也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样 就也可能连也不洗 就出去白东西 不用穿衣服是吧 天很热就不用穿衣服 光上来是出去 刚才我说到 大家有不对付的地方 可能就是我有一条是 我不接受就是说男女AA制这条 但是我看过你的视频 你好像是要男女AA制 就是可能觉得 不太就是不太亲近那样你知道吗 两人出去吃饭 要一人掏一份钱 觉得挺不亲的 我明白 像遇到你这样的女孩 我愿意掏钱 我也想跟你说就是 我看过你一个视频 就是你为了一个女的 你重穿西装 然后你换成了就是那种比较夸张的 像沙马特是吧 我也可以为了你 就是说改变 你喜欢AA制 那就AA制好了 因为就是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赶快来非常完美官方微信平台 为新衣的男生充棒哦 因为就是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其实 你这种真性情 包括我也是这样 所以说 镜子嘛 我也挺喜欢你 你没有什么 能让我拒绝你的地方 但是 为什么我今天 我还要拒绝你 不好意思 我很少哭 我很少哭 最近 发生了很多事 有 来自家里的 有我自己个人的 还有朋友身边 很多 我很委屈 我心里很委屈 我心里很委屈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但是 事后不退 我觉得什么事都能过去 就只是暂时的 我们都 我们可能以前都不是大人也不过孩子 但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还是需要自己来完成 我不喜欢别人帮我 我不喜欢别人帮我 因为从小就这样 对啊 你是男人呢 对 所以 真的很感谢你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我现在 我没有办法 我要对你负责 因为我是男人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地方很多 我以前也不是大人眼里的好孩子 就是那种 哎呀 天天 嗯 疯疯癫癫癫的 然后 哎呀 酒肉朋友一堆 可能在一起吃喝玩乐那种 大人都不喜欢 可能都不乖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 这种人心里 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会慢慢走下去 也会规划好自己的路 把手 把手 给我一下 如果 你 接纳我 你就把我从镜子里拉出去 如果你 接纳我 你就把你的手 放下 你是镜子里的我 我是镜子里的你 你这种真性情 包括我也是这样 所以说 镜子嘛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 我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 我自己来承担 我自己来承担 我只能说 咱们在 错的时间 鱼队的人 爱错就爱错 我心很痛 祝你 我一直说 我有认真 不错 我没想说 你在我 我 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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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概是一面神奇的镜子吧 一面魔镜 让我们看到了赛容 应该在现场 这样的第一次的流泪 我不知道赛容最近发生了什么 但至少有一点她刚刚表明了 她其实对你挺心动的 朱莉 我觉得除了这面镜子有魔力 你的真诚呢 就像是一个神奇的魔法棒 延续这个能量 刺进刘赛容的心吧 我觉得她现在是很受到震荡的 当然她最近遇到了一些事 我们不是那么清楚 可以感受得到 她现在在一个比较乱的状况里 我想给你一个挑战 如果你真的有这么喜欢刘赛容 给赛容一点时间沉淀 跟整理她的生活 说不定 你反场是有可能有机会 谢谢 你觉得刘赛容坏吗 不坏的很好 看她工作人呐视频很认真 超帅的 喜欢就是帅的 我也觉得你还是有机会 等她把她那烂摊的事 处理完了之后 你试一下反场 也许你们真的能够走到一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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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朱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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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最后只想问再容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现在所有遇到的问题或状况 花多久时间可以解决 花多久时间可以解决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希望你赶紧把问题解决掉 好吗 掌声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欢迎她 我是学校里面有名的拼命三娘 一天可以做三份兼职 这么努力只是想要自己的人生变得完美一些 生活中我因为过于追求完美 所以就算出远门身边也会时时刻刻 戴一双运动鞋 不允许每天的热量超标 在爱情里面 因为过于追求常常让自己感到疲惫 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做自己的人 有请女嘉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宇晨 不好意思 彩乐 马建虚 游戏规则 现场男嘉宾进行特殊的唱歌比赛 歌词里必须含有指定名词 但是每个名词都有雷区 踩到雷区的将被淘汰 第一个限定就是这个 男嘉宾不能唱到这个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鸣 你也太幸运了一点了 不会吧 第二个限制就是要唱到一个地点 但是也是有一个地雷 不可以唱到这个 终于回到了这一天 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镜子前对吧 好 恭喜你通过了 因为你没有踩到这个地雷 好 下一个男嘉宾 我多么想和你 你见一面 在街角的咖啡店 好棒 好棒 怕可 还剩下两位男嘉宾 北京 所以这首歌唯一就两句话 好像都是地点 也算也算 比较大的地点 好 最后就剩下你了 加油 台北的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 好 那除了这位不太幸运的男嘉宾之外 其他人都是通关者 然后谢谢你们 好 谢谢 接下来再看看其他男生选择一下心动 很不心动上前两步 我现在发现了 我现在发现了 自从提了 自从提了很多次女嘉宾 关于不心动看不看的时候 现在一选不心动 所有的男生都 冲冲有神的看着女嘉宾 那我问问你 那你选这个不心动 肯定不是因为他没有看你对吧 是 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 从自始至终都比较严肃一些 不太开朗 所以就选 其实平时真的是一个开朗的人 那好吧 那我就 就默认你是一个开朗的人好了 好了 我们等我短片来了解一下你们 当时间安静的时候 戴上自己的相机 去捕捉不同的光影 三年 走遍杭州大大小小的街道 无论是春天里的花朵 还是秋天的太阳 每一张照片 都是生活最美好的诠释 音乐是最能治愈的良药 拿着小吉他 随意弹着自己喜欢的旋律 曾经一起并肩往前的伙伴 终于在命运的路口分开 用一样乐观的心情 遇见不同的人 记录不一样的光影 不管怎样 给生活多加点糖 我是活泼开朗的试着做女生 张寒丹 我们来看一看她的文字信息 诶 看到食物 首先想到卡路里 曾靠计算卡路里瘦了十斤 童年被五发八门的 补习班填满 B 学校里有名的拼命三娘 已经有两年没有过双休日 心情会因为环境高低起伏 是出门旅游的必备品 有人要来跟拼命三娘 聊一聊吗 其实我跟你一样 童年完全没有暑假 没有寒假 我的童年全在网球里面 他是一个职业网球的运动员 现在在做网球教练 但是我觉得网球可能是你自己喜欢的事物 然后你可能即便童年的时候都爱打网球 但是你并不觉得很枯燥无聊 你不喜欢你童年所有的补习班吗 其实不喜欢的 我也不喜欢 其实我喜欢学音乐 我喜欢学钢琴 但是我爸不让 我从小也是被我妈就是逼着上各种补习班 光乐器就学了三样 然后舞蹈就学了五样 然后画画就学了四样 不喜欢网球 就成了职业的网球运动员 还在教网球 你现在呢 我就问一下 水一你现在有一点喜欢网球了吗 那我现在这个年龄肯定会喜欢来 因为网球给我 带给我的所有的东西会 我会觉得是值得的 也是因为值得 所以现在他开始觉得喜欢 是 但是我觉得11号男嘉宾必会要成功 因为他原来小时候一直干的事情 最后都发展成了他未来能够养活自己的事物 所以我觉得你能够把你从小坚持的东西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突然变成了鼓励了 来来 接下来 3号 3号 想问一下你第一点学校里有名的拼命三娘 你在学校都在拼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 就是我从大二开始不往家里要生活费 然后就自己 有做很多兼职 有在外面接主持的活 然后还有给别人当过英语的家教 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的 因为我可能不想像其他人一样 就是把大学的时光就是花在寝室里面 我宁愿自己多出去外面 就是充实起来 都宁可不要就是坐在寝室里面那样无聊 好 再问一个问题 你看到食物会先想到卡路里 你之前是怎么 就是靠计算卡路里受的时间是什么方式 因为我也想见 对 我计算卡路里 就是我手机有下载个软件 都不是植入软件 就是它就专门计算卡路里 就以至于我后面很疯狂 就是每到超市 我一拿起一包食物 收货员可能在问我 还说这包食物很新鲜 你不用看它什么时候生产 我说不是 我在看它的卡路里 然后我就开始看了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百分比多少 拿出手机软件开始算 算一下发现超标不行 这个东西我不能吃了 那我请教一下 如果想要瘦下来的话 大概一天像你这样的女孩 你多高啊 165 165 那你只能吃多少卡路里才能瘦 我有算过一天差不多 1020到1400 这样 而且每个人的这个卡路里的 这个每天可以自己代谢的量 是不同的 对 要个别去计算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现在如果拿一个食物 比如说男嘉宾说 我今天吃了什么 你要需要通过公式 才能把它算出来 还是你自己大概就有个估量了 看有没有超标 或者是怎样 我大致可以估量一下 真的 但是不一定特别专业 那你可以找个人试一下 看看他比如说晚饭吃了什么 然后来 我想问15号行吗 15号 因为我之前有关注过你 发现你好像也之前也是 有个减肥的这样的经历 对不对 对 当时我185斤 然后两个半月瘦45斤 哇塞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就是 就是早上两个鸡蛋白 一杯牛奶 中午两个水果 然后避开高糖的水果 两点以后只喝水不吃东西 晚上跑五公里 哇塞 对然后我妈去飞机场接 我都不认识我 哈哈 那以后当见到你会不会特别难过 我妈妈是你妈当时什么反应 没有他站在门口 我就站在他面前了 我说哎走了 不是一次后来 你妈妈看到你 儿子瘦成这样 妈不会心疼吗 他就说回家要补吗 要吃排骨啊什么的吗 不能吃 因为好不容易瘦下来 一旦这个瘦下来以后啊 就再也不想胖了 因为真的太辛苦了 对 瘦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我也自己深有体会 好谢谢15号 好聊聊其他的 AB我们再提一个问题 8号 我我没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我觉得你唱 我马上也听不着 我想 呃让你唱一首歌 你你随便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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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吧 我觉得你唱歌还蛮好听的 好 我满足我这个愿望 谢谢 我也给你发红包 满足一个中秋月 中秋夜之前的愿望 嘿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and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回去给你发50块钱唱得太好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感 谢谢 两年的初恋好光了所有耐心 以至于养成急于求生的坏毛病 恋爱中会自动开启防护模式 对对于男生的坚宽有特殊的要求 越干净的爱情越危险 做过最霸道的事情是什么 对于男生的坚宽有特殊要求要多宽 就是让我靠上去有安全感就好了 那你要不要现在试一下 好那我就 我就随机测量五位男嘉宾的肩宽 建议的话 好那你去想靠谁靠谁 有人主动要靠一下 感受一下 先测量一下 感觉也是比较壮的一位 第一一下 15号男嘉宾 最爷们的一个 好谢谢 你说有特殊要求 你刚刚这个每个都靠了一下 有的人点评了 有的人没点评 那你自己特殊要求到底是什么呢 我的特殊要求 就是其实我感觉这个不是 不是硬邦邦的数字 比如说你的肩有多宽 就是让我感觉到 就是我靠在你肩上的那个瞬间 就是我能找到一种 无比踏实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 都想要的一个东西 特别是在自己心情 比较低落的时候 就需要一个这样宽大的肩膀去依靠 给继续来提问 15号 越干净的爱情越危险 为什么打双引号 解释一下吧 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 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两张白纸 因为我第一段失败的恋情 就是因为当时两个人都特别不成熟 然后对爱情方面就是很多苛求 不会用一种成熟的眼光去看待 所以我觉得谈恋爱有过感情经历 对于后面的爱情会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越干净的爱情 可能越容易导致爱情中出现 很多小摩擦和问题 那你谈过几段呢 我谈过五段 最长一段是多久啊 最长一段就是我的初恋 谈了两年 最短的呢 最短的话一个月不到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请教一下 你所谓呢 因为两年初恋 耗光了你的一些耐心 所以你现在是急于求成 这什么意思啊 急于求成就是 我后面谈的那四段 不是都比较短暂吗 很短 对 可能是因为遇到一个男生之后 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 发现好像我跟他 很多方面都不合 我就不会像初恋那么耐心的 就是去等待或者去教育他 因为我跟我初恋的年龄 是差不多是青梅竹马过来的 那个时候很多事情 我会慢慢跟他讲 慢慢哪怕吵了之后 我们也会和好 但是遇到后面那四段 很短暂就是因为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耐心 去吵每一次架了 来 我们CD还有问题吗 我们提最后一个 7号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做过最霸道事情是什么 这个是我想问 各位男嘉宾的 那就马先生先来说说看 我做过最霸道事情 就是之前谈恋爱话 就是我不希望他给我回 嗯 好的 呵呵 这个语言就是说 我说就是你跟我聊天 是不能出现的 这个我同意霸道 然后问一下1号吧 我没做什么办法 我特别怂啊 真的 杰荣你这么的这个不大男人啊 你没有再高一点的要求吗 杰荣其实有一个比较霸道的事 就是希望第一次吃饭的时候 对方买单 对 其实是 如果我喜欢你的话 就不要买了 就你怎么样都可以 喜欢的话你就得买单 喜欢他你就要买单 我可以买单 我给你买房买车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喜欢 对 对不起那我问一下那你呢 你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 你希望他们有这个霸道的一面 还是你不喜欢霸道的男人 就是小霸道可以 我觉得刚才男嘉宾所说的 所有的行为我都可以接受 我唯一不可以接受 那种大男子主义就是 就是要求女朋友必须 让你不跟其他的人联系 是吧 对对对 这是大男子主义中的一种 我觉得只要不要 让爱情那么失衡 其他的小霸道 我觉得其实可以增加浪漫和情趣 这个其实比较容易区分 就是大男子主义 是我不许你干什么 霸道呢 是我为你做什么 能给你带来什么 对对我同意 一个是静止 一个是指齿不一样 对对有个度嘛 思美问答 选择两位 你怎么看待秀恩爱这件事情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当你够恩爱了你就不会秀 是否接受异地恋 谢谢 现在这个阶段不太能够解释 谢谢 15号男嘉宾 谢谢 谢谢 原来你们是绑在一起的 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另一半 去放弃一段工作 跟她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从零开始打拼 不会 你 你是否接受女朋友比自己的年龄过大或过小 过小就不要了 过大还可以 你觉得女生的哪一个品质最吸引你 坚强吧 坚强 自信 好谢谢 谢谢 呃刚刚选了心中男生 要不要更改 更改 更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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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马车系没有给我转身的时候 我说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 可能 她并不喜欢我这个类型 寒丹 哪一个人是你最想依靠的肩膀呢 那个人可能没有猜到 我先把眼神扫一遍 我看我落在她眼睛上的时候她 这一遍 我们要把眼神扫一遍 转身 在这一遍 我 当她公布心中男生是我的时候 许多 很差一 啊 我当时脑袋其实是空白的 不知道 怎么说 哎 我 是 突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场 但是我今天有为你准备一个 比较浪漫的一个场景 我想在那个场景下 再跟你继续聊 好的 听你的 要把他眼睛蒙上吗 让他闭上 可以 好 马建勋你可以睁开眼睛 那请你跟我一起坐上这个鞦韆好吗 好 谢谢 好绅士 你知道你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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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际 知道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吗 知道 因为 因为 给第一个女孩子 表白的时候唱的是这首歌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回答 但其实是因为 你唱这首歌 让我觉得 就是你是一个 能够用歌声打动我 然后你也是一个 有着小浪漫的人 就是 就是我能够 打动我的第一个点 但是 其实 来到台上 之后 我觉得 你给我的 印象 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知道我现在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吗 后悔了 并没有 那是什么 现在 给我的感觉 就是 你能给我一个特别宽厚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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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把我想的太邪恶 你再猜 你不会画了一颗心在手上吧 我哪有这么俗 哪什么都没有 真正的礼物在我的左手呢 我看到了一张小纸条 它是两张 船票 来 马建勋号 此时此刻 到一身一世 能这样的表白 你会觉得有点仓促 有些唐突 但是 其实我觉得 从你给我的第一印象之后 我有去了解你 你说过一句话说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 补腻你 你听的意思 还有 你 在你的微博中 有写到说 你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北漂 但是我其实希望你 能够收获一份 不普通的爱情 因为你是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人 其实我一直都 从你上台一直到现在 你的表达能力非常好 其实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是我走路走得最不稳的一次 这是我脸上汗出的最多的一次 是我说话最语无伦次的一次 你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可以为了另一半放弃自己的工作 去到他的城市 和他一起生活 我说 也不会 因为我的工作 是我爱的工作 那你现在在异地 我和你是异地 也正因为我不能去到你的城市 假如有一天我愿意为了你而来到北京呢 假如有一天我愿意为了你而来到北京呢 你也想太多 好嘞 坐的腿有点麻 其实 我想不出拒绝你的任何一个自己的句话 但是如果 如果 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 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是异地 第二是工作 第三还有性格 所以 可能今天我 你 你们听 你们唱了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如一 没有关系 还是谢谢你 其实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 表露我的心声 我觉得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突破 在心底 转业 即便最后没有 结果 但是我 仍然不后悔能够来这里遇见你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可以吗 可以 一定可以 谢谢 一辈子后的朋友 那我 送你 好 韩丹加油 我去你给的时候 无关紧就是我 走的 还能快乐 我要回去 马基循我觉得你在未来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不够配得上你的人一起拥有幸福的爱情 祝福你 我想问一下马建勋 你到底是因为就是对他完全没有心动的感觉呢 还是因为其他的外在条件 所以让你不敢去牵他呢 当时无话可说的原因是 他真的具备了很多 我所想想的 想象的那样一些东西 那今天他这么完美的站在你的面前 当他都具备了 你所需要的那样一些条件的时候 所以我说不出口 就是没有感觉 说不出口 如果是这个理由的话 我是完全接受的 就是我很害怕你 因为这个异地 或者因为工作的原因 然后导致你不敢去牵手 因为你无论 碰到什么样的女孩 如果你对她心动的话 都难免会存在这种问题 除非你找一个离你很近 然后工作也跟你差不多的 但是这样的人很少很少 这个女生所有的条件都符合 但是就是不心动 那有的人心动 可是条件就是不符合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才能够出现又心动 条件又符合呢 真的出现那个人 大概就是非常完美的了吧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欢迎她 我是孟杰 会做饭 喜欢做饭 能从做饭中找到乐趣 我认为爱情里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亲力亲为 不可替代 我愿意把亲手制作的东西 和你分享 希望你可以读懂我爱的秘方 有请女嘉宾 Rockin like this Rockin like this Rockin like this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孟杰 今年23岁 来自北京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只希望你对我一个人说晚安 我可以做小女人 但你不可以做小男人 我可以允许你有五闺蜜 但不可以允许你对她比对我还好 你刚刚有看到第一个转过来的人吗 因为带着面具 对我告诉你是九号 她是第一个转身的就感觉 嗯没有陌生感像一个 嗯老朋友老熟人对九号 是哪一个点触到第一个转身 对呃就是她说她可以做小小女人 但是她男人绝对不可以做小男人 对这一点对 所以你只要证明自己是个大男人 是吧 但绝对不是小男人 对 看看你的样子好吗 来你帮我面具 三 二 赶快来非常完美官方微信平台 为新衣的男生充棒哦 你还有带来什么才艺吗 呃因为我看今天天气这么热 然后在场男嘉宾一定也热了 然后我给大家准备了消暑的柠檬红茶 柠檬红茶嗯冰的你要做十五杯吗 呃没有因为时间有限嘛就但是吸管比较多 大家可以都分享一下是吧好来来来 我帮你拿呢 因为来不及泡嘛然后就买的是先充的红茶 平时的话自己可能会在家里泡 不会这个半个柠檬多每一个都挤进去吧 对每一个都要挤啊 里面还要放百香果 对就是为了提香 最后是加啊啊这个是盐 盐啊对其实放盐是提甜味的 最后放一点蜂蜜 看来只能倒三杯了啊你这样好了呃 你可以挑三个人至少至少可以先上来领取这三杯 中秋特饮 好了你现在可以选三个人来领取你的中秋特饮 嗯那就十号九号然后六号六三位来 三位来 好我在这慢慢尝你的特饮然后你在前面再看一看 其他男生没有领取到特饮的人有没有让你心动的 心动 心动 你现在很受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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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就感觉他就一直没有表情 没有表情啊 嗯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你嘉宾 孟杰是酷爱一家的运动小咖 相比嘈杂热闹的朋友聚会 我更享受一个人流汗的快感 喜欢安静的午后 伴着柔和的音乐开始伸心的神友 弯腰伸展转身每一个动作都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孟杰也是DIY饼干小达人 圆的方的画样百出 轻力轻微的制作饼干 毫无杂念的分享美食 这就是我爱的地方 简单纯粹 我不需要闪亮的尸体 也不需要长长的情书 我只要踏实地陪伴 在每一个我需要的时刻 转身你在就好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文字信息部分 晚上没有人可以用玩为理由 把自己从家里叫出去 有时候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委屈 B 绝对的生活至上主义 任何时候工作的重要性都不可以超越生活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你为什么不喜欢晚上出去玩 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我 到了晚上之后我会觉得有点危险 第二就是晚上我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就不太喜欢出门了 白天阳光很刺眼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晚上霓虹东灯红酒绿的 所以晚上会好一点 好看吧晚上 不好看 那你男朋友晚上要出门呢 你跟他出去吗 不会 如果现在有一部电影 他现在就是晚上十二点 但是首映 你特别想看 现在只有那个时间有 看完可也许就凌晨两三点了 你会选择去看吗 不会 那你男朋友坚持要去呢 不会 那你就就就你认你男朋友走 然后你也就在家 他如果陪我去 我都不去他去看有什么意义 那可是你不能用你去要求别人 那种我想问一下 你到底是喜欢这个女孩晚上出去玩呢 还是晚上不出去玩呢 她喜欢晚上出去玩的 晚上玩多有意思 白天有什么意思 那晚上到你那去玩的你喜欢吗 那你看她跟我什么关系 她要是我女朋友呢 我就 她如果她长得漂亮的话 我就不希望她去 如果说我这个女朋友长得一般 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性格 包括各方面相惜的话 可以成为我的女朋友 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她 那她可以来找我玩 那长得一般的 能不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呢 也可以 她之前提过那个要求叫 长相另类 对 是吧 她觉得好看 她觉得好看 不见得是人家觉得好看 她这有点奇怪 就是长得好看的 去我那儿我就不行 长得难看的去我那儿就没问题 那表示刘太荣对自己自信不足 她怕长得太漂亮 去那里会被人家追走 你说任何时候工作的重要性 都不可以超越生活 那你怎么看待工作跟生活呢 就比如说如果现在我爸妈 特别想让我陪他们 如果我在把工作安排好了的情况之下 我一定会是先以父母啊家庭啊为主 然后可能我不会说因为一个事业啊 或者工作上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说会去让爸妈不开心 那如果说是在一个工作非常重要的时候 同样也是说呃 你的工作已经是很早之前已经安排好的 然后那一天刚好呢 你爸妈又非常想你去陪他 你怎么选择呢 我觉得我会去跟领导商量 如果不是这个单子 非要我去完成不可的话 我会去陪爸妈 当然如果这个单子领导就是一定要让我去完成的话 那我也会去跟父母解释 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 然后等我安排好工作之后 然后等下面的时间再来陪他们 那样子的话 你平时生活当中是非常孝顺那种吗 嗯 基本上爸妈的话我都会听 好 谢谢 谢谢 有 我就觉得这是 就是一个非常合适做妻子 或者说一个非常合适走向婚姻殿堂的一个人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感故事C 对方送自己的礼物越俗套越是喜欢 准备傲娇的女人从来不查岗 你生活中二十岁的女人要活成四十岁的样子 恋爱中四十岁的女人要活成十八岁的样子 女嘉宾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你之前收过什么俗套的礼物 没有收过礼物 就只是出去吃饭而已 就出去吃饭而已 那你之前谈过几次恋爱 一次 一次 那你那时候的男朋友都没有对你做出一些比较浪漫的举动 或者是送你一些什么礼物吗 一次都没有 所以这句话具体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 就是希望 就是我希望就是很简单 巧克力呀 鲜花呀 看电影啊 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没有收到过嘛 我觉得俗套的反而会是更好的 实实在在的那种礼物是吧 对 那还有你那个傲娇的女人重来不查岗 你的意思是说你对你男朋友自信呢 还是说你真的傲娇 与其说傲娇不如说我相信他吧 那我觉得他自己是需要有自己的自律的 然后去查岗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他想做什么的话我去查岗也没有用啊 如果他不想做什么那我查岗就太不信任他了吧 谢谢 所以九号今天好积极啊 一连问了噼里啪啪好几个问题 你说恋爱中40岁的女人要活成18岁的样子 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要希望年轻一点有一颗赤子之心嘛 但是生活中20岁的女人为什么要活成40岁的样子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结果都太快了嘛 然后都会有一点亚健康的状态 像我平时的话我是不喝那种碳酸汽水啊 然后我要想喝什么饮料一般都会自己做 然后基本上外出的话都是喝水 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会自己带一个保温杯 然后喝那个温水 我觉得这样对于身体比较好 所以就是基于健康的理由而已 对 健康 谢谢 听起来好玄妙啊 但其实就是要对保养自己 好 来接下来思命问答选择两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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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有谈过几段恋爱 谈过两段恋爱 能知道分别是什么时间吗 分别是我的高219的大1 就是我高20初龄 然后那大学毕业之后 就再也没有想过要找女朋友吗 对 因为之前在大学前一直忙 所以我然后也有女孩子喜欢 但是没有合适的 好的 了解了 你好 你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从开场到现在 一直没有问我问题 很好奇 没有啊 就是没有找到适合点问 那你现在有想问我的吗 你说什么类伤她少 这个先保密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吗 就是安珠拉贝比那样的 就是很 就是那种 很开朗 就是很活泼的 我可以了解了谢谢 我刚才没听清楚 马爷说他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 安珠拉贝比 这个了解之后 要不要更改之前的选择 不要 好 男生们首先做出你们的决定 对于这个女生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这个也不奇怪 因为 李老师在这一门问了很多 转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好开心啊 然后他也为我转身 如果遇到真正喜欢的人 应该是更加把握自己 就是这样的 有请9号 林永诚 李嘉宾 你好 你好 因为在你第一眼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看到了 你是非常合我眼的 然后 因为我的爱情圈 就是我可以找一个 能够陪我去逛街买菜的人 即使我不会做饭 我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 所以我是对我的家人 对我的朋友 也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 而且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 怎么讲没有童年 因为我从小开始 因为我当时家里条件 并不怎么好 我爸妈就开着一个书店 去养我们四个小孩子 供我们大学 还有供我们读书之类的 到后来初中高中之后呢 我自己也是 从来没有让我爸妈 交过我的学费 都是我自己 偷偷地 跟瞒着老师 然后在班里面销售我的书 大学期间我也像你一样 我在外面有很多兼职 我也做过主持人 也做过模特 就是为了 就是说 可以让自己 过得好的同时 不给家里有任何的压力 但是大学期间的时候 我的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亲人 离开了之后呢 我是觉得 很多事情要珍惜 所以我是 看到了你第一眼之后 我觉得是要 珍惜这次的机会 因为我很久没有谈过恋爱了 所以看了那么多女生之后 我发现你是 最合我心意的一个 谢谢 谢谢 呃 那 你跟我走吗 不好意思 其实确实是有一点 有点点失落吧 但是 还是要尊重她的选择 其实确实是有一点 有点点失落吧 但是 还是要尊重她的选择 可以 热闹的街道还在狂欢者 为何我却孤单漂浮着 无宙里疼空 慢慢跌入无情的黑洞 被直觉的伤痛 飘荡的心 却摔得更重 我爱你 你爱我 是不是 赶快来非常完美官方微信平台 为新衣的男生 冲爆哦 我 是不是 我爱你 好 呃 我知道 但是可能他们都不知道 我想他们很想知道 刚刚他偷偷跟你说的是什么话 呃 他说 他的 第一眼就是我 哇 哇 其实我跟你讲啊 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就是觉得 哎这个也不太好意思先讲出来 说我是先喜欢你的 而不是你先喜欢我的 要不要再来一遍 哎呀 我自从从你出来之后 我看电影我就喜欢你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 耶 这女生 我 我觉得要完全理解他 因为他之前只有一段感情经历 对吧 而且单身这么久 就是为了再等待一个第一眼 就能让你心动的了 嗯 我完全觉得你刚刚在耳边说的那个东西 就是你的风格 你知道吗 虽然大声讲出来我觉得超浪漫的 可是我觉得搞不好对于林老师来说 刚刚那个耳边那一声 比较是你的菜对不对 对 没错 对 这就是天注定 希望你们真的要幸福久一点好不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熟嘛 20岁的女孩希望自己像40岁的那样 有那样的心智成熟是件好事 但是呢生活状态就不要那样了 20岁生活状态就更应该像18岁的样子 现在有了男朋友 男朋友让他享受一下少女的甜蜜好不好 不要整天让他沉浸在那种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 多给他一些浪漫 带他出去玩 让他更多的接触这个世界 让他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享受18岁的每一刻 下一次祝福两位 谢谢 应该幸福 应该幸福 要幸福 这是什么 祝福 祝福林老师 孟老师 祝福两位 我刚刚有听一次的男嘉宾说我那个茶做的真的很酸油吧 不快啊 我觉得 有点酸还是喝下去一点 可是挺甜的 要不以后你可以多加点糖也可以啊 加点冰也行 以后多做呗 可以啊 赶快来非常完美官方微信平台 为新衣的男生充棒哦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贵州卫视非常完美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互布领导品牌 分子民 分子民 请问你 参加非常完美官方微 柔顺大方非常完美 万能讨论 今晚期的获得 柔顺大方的汉包 还亲手成为的嘉宾 将获得由大方 柔顺席帮助提供的精美大力 柔顺大方 正收获完美爱情 添加非常完美公众微信号 爱谁大阅爱 即可网上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以待嘉宾亲密互动 非常完美 用爱长相青春